我不要出汁 Norstar Norstar 我是Norstar 我們今天要幹嘛呢 今天我的體力終於完全恢復了 所以我現在可以來玩一款遊戲 遊戲王 反正大家很期待這個主題嘛 我就來拍 中間的廢話我就剪掉了 不然片子太常沒人看波浪幅 是我們的遊戲王面 好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這一副我自己命名為 識別穿梭英雄牌 這副牌的話 它有幾個特點第一 至少你在卡手的時候 你有一定的方法可以解除現在的危機 第二點就是尼奧斯基本上無數個都會在場上 不管是它的融合型態 還是說一般的尼奧斯 暴炎俠真的很貴 沒辦法 暴炎俠的代替卡只有 VT我仿生人 等一下我會放在下面好不好 所以最好是可以暴炎俠 我等一下要說原因 我現在一張張講 暴炎俠的話不用我講 它的任務就是把尼奧斯一直送進目的 送進目的 然後拉攻擊變成2500 然後瞬間有2500的攻擊打點 所以非常非常強 我為什麼會多放一張煉獅人 原素英雄這一隻死靈俠 我會放死靈俠的原因是 因為把這隻送去目的之後呢 下一回合尼奧斯錄在手上的話 可以無條件的召喚出來 這一張是配合起手時 如果你同時又有烈焰俠 又有尼奧斯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隻送進目的 然後下一回合嘛 因為第一回合不能攻擊 所以下一回合你就可以把尼奧斯 給照到場上來 奇蹟的接觸 必放 為什麼我不使用融合呢 融合 超級容易卡手 融合的話是必須在場上或是手牌 可是奇蹟的接觸的話 屌子就屌蛋 它可以在目的場上手牌進行融合 最強的融合卡 這張融合識別是要幹嘛呢 是為了要配合這個恩生卡海豚 大家有沒有發現 你要是融合出來的系列我隨便拿一張 它通常都會說 回合一結束的那張卡 就會回到牌組裡面 除非你有新空間 不然那張牌就會回到牌組 所以呢 我就不太喜歡用這種舊版的英雄 因為新空間你會想說 啊那就放一張嘛 可是你以為你抽得到嗎 你又不是遊者時代 所以呢我想說 使用這張深海星雨霞 大家想說這張什麼不一樣的嗎 大家請看它能力 有沒有 沒有 它上面完全沒有敘述到說什麼 會回到卡組 所以它基本上不需要新空間的輔助 然後可以一直在場上 重點是 它可以零條件的 隨機破壞對手的一張手牌 可以給對手造成一個巨大的壓力 再來就是現在就一堆除卡 兩張遙控器嘛 兩張螢幕嘛 攻擊無敵化嘛 這張 冒殘卡 斷分之斃 好不好 差不多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現在就馬上來看一下實戰 大概怎樣好不好 我有錄幾場比賽 這場我都忘記我對要什麼 這場好像是速攻結束 然後我方後攻 你看起手爆炎霞 超爽 這部牌的話 我先講解一下 它可以使用的 天生技有 這部牌的話 它可以使用的 角色技能的話 因為我個人是時代控 就是一定要玩時代 然後整部牌裡面都要是元素英雄 我不能接收任何的額外雜質牌 然後呢 不能接收額外雜質牌 所以到說 我們這部牌的話 它要配的技能 可以是配 摩天樓 重新開始 這兩個 這兩個是最好用的 我個人則推這兩個 因為摩天樓 最主要是可以應對一些陷阱感 然後呢 對 這就是摩天樓的效果 然後重新開始 以防萬一你手上沒有爆炎霞的話 你會非常非常的危險 然後對面是一個真紅也黑龍的牌組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 昔雨其實被打爆了 然後我們從遙控器拉 才有守備狀態 然後發動戀愛霞的效果 然後送一張 因為 就算戀愛霞攻擊變成0 你也可以送一張 然後恢復自己的攻擊 或是讓自己攻擊變2500 然後這時候使用奇蹟的接觸 然後再放出星羽騎士 有沒有 這星羽騎士就有高速打點 然後一口去打對方2500滴 然後星羽騎士可以打兩次 可能是因為它沒有注意到 我這張攻擊4次為0 所以它可能被我騙到 然後星羽騎士 有事沒事就去打別人 沒關係 看它會不會中計 它一中我們就是賺 好不好 雖然這樣有點沒品 沒辦法啊 這是遊戲王的特點啊 一堆白癡卡 一堆腦腸卡 有沒有 這一張 輕輕鬆鬆我們就拿下了 瞬離 有沒有 強吧 這部牌的特性就是說 開場一定要有練習 對手一樣黃金舞 我會忘記是什麼 等一下進去看一下 後攻 一樣是後攻 我幫我最近一直衝到後攻 這個攻擊器真的超好的 一絕生死 我竟然是扣牌的吧 有沒有 一開場我們就拿到兩隻的新生霞 所以等一下我應該會把死影霞 給對決目的 好像不會欸 會嗎 我也忘了 喔對我們把死影霞 對決目的了 然後覆蓋兩張 然後先打那隻 因為我們賭對方的防禦也不夠高 因為我們賭對方的防禦也不夠高 對面是一個 雲魔物的牌組 還蠻少盡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 好換我們抽牌 然後下一回合 就可以把新生霞 給招到場上來 阿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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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MENTAL HERO NUS 哇 真的覺得NUS超帥 超喜歡NUS的 我覺得NUS超帥 然後呢 這時候把暴年俠 給送進 把那個NUS也送進目的 然後攻擊就變成兩隻 2500 一共5000 沒啦 這時候就是 盡量消耗對面的防禦手牌 我不知道有沒有 覆蓋那兩張 不知道覆蓋什麼東西 我真的沒看不到 好 你看 喔 英雄審判R 這張卡很重要 場上有多少隻的英雄 就可以破壞多少張魔法卡陷阱卡 可是要注意個點 萬一常常有兩隻 對面只有覆蓋一張牌 無法使用 因為它是破壞跟場上一模一樣 數量的魔法卡陷阱卡 包含自己 我方的 好不好 所以到時候呢 如果你場上太多英雄的話 對方沒有那麼多的魔法卡陷阱卡 就不要使用這一張 非常危險 因為有可能你使用下去 它會逼你破壞自己的卡片 你就直接浪費一些很屌的限定卡 或者是你可以配著遙控器用 好不好 來 然後這場是我方先攻 難得的先攻 有沒有 場上有爆炎霞 然後我們這時候 我還是選擇把 為什麼我會選擇送尿鑰匙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喔 對 因為我手上好 所以我才選擇送尿鑰匙 下樓可以把尿鑰匙給造回來 喔對面又是六五種牌子 非常非常麻煩 移境 好來 然後這種我 我選擇支付兩千點生命值 然後增加我的後台 因為我下一張充鑰匙 是龍龍識別 非常非常弱 龍龍識別是一張特殊卡 所以沒什麼用 來 有沒有 快攻秒殺 最強的英雄 英雄 在最後一刻總是會贏的 都會知道嗎 我現在要來示範一場 現場打給大家看 你知道嗎 你不要看我下面輸的 那個不要看 那都是 那是那種超知道的 那種 那種 那種牌組 那種超討厭 那種古代雞兵牌組 超白癡的好不好 我看 會不會輕鬆的影場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已經白金衣了 對面也白金衣 喔 喔 D hero 哈哈哈哈哈哈 欸 來來來來 喔 這樣應該很精彩喔 希望真的對面是使用 D hero 欸 真的欸 唉唷 我們不能輸 我們不能輸 好不好 我們要看一下什麼是E hero的威力 D hero算什麼 D hero渣渣 我們不能輸啊 唉唷 真的是D hero 喔 喔 這我很少跟D hero打欸 哇 一看龍頭這麼猛喔 這麼猛喔 應該是致命角子吧 看一下 致命角子 對對對 開場像致命角子 這麼威 好看一下 因為致命角子 其實我不太知道他效果是什麼 上身 哇 哇 聞到我了 D 很好 很好 來 我看一下 覆蓋 覆蓋 他完全沒有蓋牌 他是有病是不是 可以 我們打得贏 來 跟他拼了 我們現在做時候把千把尼奧子送入目的 攻擊南圈五 水 我看一下 他目的那邊還有一張月亮的那個 他可能可以把他擋一次 沒關係我們就打 打這個 打下去 來 打 火焰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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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看一下 我知道 好沒關係 先結束 反正我們現在手上有 遙控器嘛 遙控器跟 分段之幣 我們不會輸 放心我們不會輸 哇 真是白晶液的DQ 他應該玩的也很矮 應該也很猛 我的天啊 哇 為什麼要吸這個 這什麼 這是什麼 欸 你怎麼把你自己 你怎麼把你自己 你怎麼把你摩擦卡洗身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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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把你摩擦卡洗身掉了 欸 不能這樣啊 噢 感情超強的耶 這什麼鬼啊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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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摩擦卡 搖進去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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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抽到奇蹟的接觸 好不好 拜託 我剛應該先用遙控器犧牲 然後把他抓過來 對 我不應該這樣做 對不起 我傻眼耶 哇 還可以這樣喔 然後等一下又可以抽一張融合出來 好扯喔 好能到喔 出版 好了 爆炎馬可以 來 爆炎槍 把你要是送去目的 攻擊2500 有沒有 BUT 撞 弱者 EHERO才是最強的 我最強的 原來我會講日語 他這樣其實把自己的那個 DHERO 我真的 我真的是不懂 沒關係 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可以用那個 那個 斷門之斃 水 用 直接炸掉他場上的 然後 下一回合你要是 下一回合我看 會抽到什麼東西 要攻擊力為0嘛 基本上不用怕 然後 出版 イナス OVERSOULという Hatstone 拿 拇撲 亂挖 內挖 EHERO的強誌 威擅 NURSE 5 2 有没有 news 我赢了 不好意思了 拜拜 对不起了 抱怨一侠 我一直讲错你名字 烈一侠 欸对面 还给我跳game 欸牌品很差欸 这一次就 好 把我说回来 这一次就差不多是我们 的 英雄牌的介绍 好不好 只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现役英雄里面应该是最强的牌子 应该就这一副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这一副了 因为这一副牌打起来非常非常顺 而且后台也很硬 有各种的控场抗性之类的 等一下 画面还我一下 我下来抽一张卡片叫做圣杯 我看可不可以抽到 因为我下来110嘛 我抽两包 这张圣杯的话是可以配合 星宇骑士使用 因为星宇骑士没有攻击打点嘛 所以我想说使用这一张是用快攻火法 然后让他的能力消毒 然后攻击上是400点 然后让他对手可以造成伤害 所以我必须想要这一张好不好 来 没有 我不要处置 我好想要上杯啊 好啦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请不要按个赞并且分享好不好 这次也是我第一次拍游戏网的主题 希望大家会喜欢 有希望 举动指向 拜拜